你知道嗎 我超級崇拜陳彥博的 他從2008年開始 每年都會參加世界超級馬拉松比賽 不管是台灣超馬選手陳彥博挑戰北極馬拉松 雖然不能出國 但你知道嗎 還是有人用血性環遊全世界喔 用血性環遊全世界怎麼做 還是用血性環遊世界的小男孩托比 在五分鐘的影片中透過同學生動的表演 引發觀者的閱讀興趣 東湖國中107年開始成立校園有生書房 由表裔社團同學利用每週四的午休時間 錄製影片介紹書本給同學欣賞 印象比較深刻的就是藝術家弗烈達 因為那個故事是比較特別一點的 就是他的感情在前期比較抽象一點 所以要在呈現的部分也比較難去呈現 在背的時候會需要比較多強烈的語氣 我覺得印象比較深刻就是第一次我的那個出作品是天氣之紙 因為我有看過那個電影 然後是第一次就會比較緊張 然後比較容易結巴 然後又是跟九年級的跟學姐配合 有一部是叫做《親愛的世界你好嗎》 就是那個小男生寫信給全世界的故事 然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老師很用心準備一個上面貼滿零食的行李箱 所以我就覺得說那個行李箱很可愛 但是同學也一直問我那個行李箱是哪來的 我們還要用自己的感受去把那些稿子都唸出來 所以我就覺得這部分也是蠻有趣的 平衡空閒的時候我們社團的時間 我們就是可能會有一些台詞的訓練 然後訓練他們的口條 然後音量就是還有肢體啊 還有聲音動作整個就是整體會 就是給他們多一點的訓練 然後讓他們知道在舞台上可能要怎麼發揮 會就是更有戲劇掌握這樣子 有聲書房的推手是輔導室的侯玉芳主任 每一支影片劇本都是由侯主任親自編寫 挑選同學們感興趣的主題 希望學生透過影片介紹 進而閱讀書籍獲得知識的力量啟發人生 因為我們學校的圖書館 命名為飛越夢想 所以我們很希望透過有聲書房 來介紹不同領域各行各業的典範人物 所以我們大概都是以人物的故事為主 包含比方說文學性的啦 科學性的啦 運動啊 旅遊啊 YouTuber 這些孩子未來夢想成為怎樣的人 我們希望透過這些好書 讓他們從這些書的介紹裡面 找到自己的方向 飛越夢想 東湖國中致力於推動閱讀 成立有聲書房 也是希望利用活潑的方式 讓學生們都能夠愛上閱讀 透過閱讀拓展視野 讓心靈更加豐富 記者李奇惠臺北報導 aventur remo